寒风吹打着房间的窗户,房间里的灯光称映着这个二月的黄昏。 这是辟城一间陈设优雅的客厅,两位绅士很有雅性地举杯对应。 他们没有叫逝者,并且两人做得很近,好像是在商议什么秘密而重要的事情。 虽然我们叫他们绅士,但似乎其中一位和这个称呼很不相称。 这个人身材矮胖,五官平常,但脸上的神色却似乎刚占了大便宜一样,得意洋洋。 一眼望去,使人想到唯利仕途,附庸风雅,势利小人等词语。 他打扮得更是花哨,穿一件很适景的杂色马甲,脖子上是一条颜色亮丽刺眼的蓝点黄点的围巾。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,他还打了一条花哨的领带。 这幅打扮跟他这个人的派头倒是十分相衬。 他手指很粗大,戴了几个大戒指,更显得庸俗不堪。 金表链上坠了一大堆不知什么内容的奇形怪状的图章。 随着他讲话时夸张的动作而叮当作响,而他也似乎很为自己的装束而自豪。 他讲话肆意见他文明人的耳朵,不时由他嘴里冒出的污秽不堪的词语让人难以转述。 即便照样说出来,也不得其审法。 与他交谈的夏比先生倒像是个真正的绅士,他屋里那优雅的布置表明主人的至家有方。 在这个殷实的家庭中,两人正在进行一场认真的交谈,更确切地说是交易。 就这样吧,夏比先生说,那可不成,站在一个商人的立场,我可不能答呀。 对方边说边对着厅里的灯,举起酒杯。 不过,黑丽,你可要仔细想想,哪里再找得到像汤姆这样的好黑奴呢? 像这样诚实、忠厚又聪明能干的黑奴,已经不多见了。 他能把我的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,他可是一大笔财富啊。 你指的诚实是黑人中那种诚实吗? 黑丽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蒂。 哦,当然不是。 我说的是真正的诚实,真正的。 汤姆真的聪明诚实又稳重,而且他在四年前一次野外布道会上入了教。 我相信他是真心贵义了,从那以后,我把我所有的财产,钱,房子,马,农场都交给他打理。 我很相信他,因为他对我很忠诚,尽首一个黑奴的本分。 是吗? 谢尔比,幸好你遇到了我。 我相信黑奴中也有诚实的人,可有的人就不信。 黑丽又挥了一下,有黑丽特色的大手。 去年,我送一批黑奴去奥尔良,其中就有一个老实人,他对上帝很虔诚。 他祷告时就像去布道会一样,而且性情温顺,寡言少语。 真是我的一棵摇钱树啊! 要不是卖主急于脱手,我怎么会得到这个宝贝呢? 要知道,在他身上,我净赚了六百美元啊。 六百啊! 信教的黑奴真是个宝贝,可是你可别骗我,他真的是信徒吗? 当然,汤姆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信徒,白人教徒也比不上他呢。 谢尔比很自豪地说,去年我在辛辛纳提有一个五百美金的款子, 我只派了他一个人去去,我对他说,汤姆,我相信你,你是一个基督教徒,可别干违背上帝的事情啊。 汤姆就真的回来了,带着那五百块,他确实很有机会这么做的,但他是汤姆。 他说,主人那么信任我,我怎么能逃呢? 你看,多么好的仆人啊,我真舍不得把他给你啊。 用他去冲减我对你的全部债务足足有余了,你说这不是很公平吗? 商人可都是很公平的,我甚至还有一点点良心,但也只够发誓用的。 黑奴开了个小玩笑,不过咱们是老朋友了,只要能做到,我一定够朋友。 不过,你也知道,这年月,生意难做呀。 唉。 这个人贩子,装模作样地叹息了一阵,又往杯里倒了些酒。 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默了,只有轻轻地喝酒声。 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,夏儿比声音有点担保了。 那你说到底,怎样才能成交呢? 这样吧,汤姆之外,再加上一个男孩或女孩,人贩子的声音质地有声。 不天不行吗?我真的拿不出人来了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谁会卖奴力呢?我可真是什么都拿不出来了。 这时,门忽然被推开了。 一个第二代混血男孩跳了进来,他大约只有四五岁的样子。 相貌俊俏,十分讨人喜欢,脸儿圆圆的,幽黑的皮肤闪着滋润的光泽,头发卷卷地贴在头上,像细细的溶线。 又浓又长的睫毛下,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中透着天真,一件红黄格子的小衬衫,让他那种童真与清纯表露得更加无疑。 这张清秀有趣的小脸上,写着自信,却又有几分腼腆,可以看出,主人平时的宠爱才会让他这么随意。 吉姆可罗,夏儿比叫着这孩子的名字,把他们捡起来,顺手扔出了一把葡萄干。 孩子灵巧地左右跑动,来换取主人的赏赐,主人乐得哈哈大笑。 来,吉姆,唱个歌,跳个舞,让这位先生来看看你的本事。 孩子便唱起了一首在黑人中很流行的节奏热烈的歌曲,全身还随着歌曲的节奏左右扭动,摇头跺脚。 这滑稽的动作,加上那清脆的铜音,让人看得捧腹大笑。 好极了,黑里大声喝采,扔了几瓣橘子给这孩子。 夏儿比的性质似乎也很好。 吉姆,学学酷桥大叔患风湿病时走路的样子。 话音刚落,孩子立即变成了一副病痛残疾的样子。 他滑稽地托起背,用主人的大手杖住在地面,颠簸盘伤而行。 那故意挤着小脸而显出的皱纹让人忍俊不禁。 时尔还咳嗽一两声,吐出一口痰,真是让人拍案叫绝。 两位绅士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。 好样的,吉姆,夏儿比先生似乎非常得意。 让我们看看老罗宾斯是怎么唱赞美诗的吧。 孩子停下来,严肃地把小脸拉得老长,努力做出庄严的样子。 用故意压低的鼻音哼起了一首赞美诗来。 就这样吧,我决定了。 黑力忽然拍着夏儿比的肩膀说,把这个孩子给我吧,加上他,我们的债务就算清了,这样够公道吧。 夏儿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,门又被轻轻地推开了。 进来的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第二代混血女人。 一看就知道来的是那孩子的母亲,和那孩子一样。 她长着同样柔和的黑眼睛。 浓密的长睫毛,如丝的黑发,像黑色的瀑布披在她肩上。 在她那细腻的棕色的面颊上,像一朵小花一样的红韵,让人看了不禁发呆。 当她发现这个陌生人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投在她身上时,那诱人的红韵便一下子散遍了全身。 她觉得不自在了,她有着上帝给她的婀娜身段,穿着那合体的衣服而更加动人。 那纤细的小手,细致的脚踝,都让人舍不得移动目光。 而这一切,都落在了人贩子那敏锐的眼中。 她一眼便看出,这个女黑奴绝对是个宝贝。 她进来后,看着夏尔比先生,似乎有什么话说,却迟迟没有开口。 夏尔比先生问道, 伊丽莎,你有什么事吗? 哦,我是来找积木的。 孩子见到母亲,马上蹦跳着跑了过去,向她展示自己所得的战利品,但母亲的脸上却似乎有一点愁云。 在夏尔比说,那你就走吧,之后,她便匆匆抱起孩子,离去了。 这时,人贩子已经兴花怒放了。 天呐,夏尔比,你藏了多宝贵的一笔财富啊。 这样的货色真是少见。 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把这种女人送到奥尔良去,保你可以发笔大财。 我见过有人出一千美金买的女奴,还没有她漂亮呢。 来,你先尝尝这瓶酒怎么样。 夏尔比冷漠地拒绝后,又开了一瓶酒来转移这个话题。 嗯,好酒,不错。 黑丽满口称赞道,把那个女奴卖给我吧,我出个好价钱,绝对公道。 哦,对不起,黑丽先生,我绝对不会卖她的。 就是你给我一座金山,我也不会让她走的。 而且,我妻子也不会答应的。 哎,夏尔比先生,何必在意女人家的小家子气呢? 他们懂什么? 如果他们知道金子能买多少首饰、衣服和小事物,他们也就不会那么说了。 哦,不行,不行,我妻子会伤心的。 别再提这事了,黑丽,肯定不行。 夏尔比很坚定地拒绝了。 哎,送上门的钱你都不要? 那好吧,这事就算了。 但那男孩我要定了? 黑丽似乎很惋惜。 你应该知道,即使天上这个小孩儿,我还亏本呢。 你会把这小孩儿怎么样呢? 夏尔比问道。 哦,我有个朋友做这方面的生意,想买一批俊俏伶俐的小男孩儿,训练一下,再卖给有钱人当个侍者书童什么的。 那些有钱的阔老们,最喜欢有个聪明讨人喜欢的小丝来开开门,倒倒水,也很添光彩嘛。 现在,这种聪明漂亮的男孩儿可是相当紧俏的呀。 尤其你这个,又会唱歌,又懂逗笑,真是块好料子呢。 哦,对不起,我绝对不会卖他的。 谁忍心拆散这可怜的母子呢? 夏尔比先生在这方面倒是挺坚定的。 哎,亲爱的夏尔比先生,你可真是个软心肠的人呐。 你的心思我全明白,我也知道,跟女人打交道确实有点麻烦。 那些女人一哭哭啼啼的我就心烦。 不过,先生,你可以想法子避免让女人看到这场面呢? 这样吧,明天我来领人的时候,你找个借口把那女人支开。 等事情过去了,再让你太太送她点新衣服,耳环什么的,哄她一下,保你没事。 黑力似乎很有惊艳的样子。 这恐怕不行,你就放心吧,一定行的。 这些黑奴可和白人不一样,只要你做得得当,他们也就顺从了。 黑力露出一丝假笑,像推心致富的朋友般说道,先生,做买卖可千万心软不得,但做买卖还得有点学问呢? 有些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而白白丢了买卖。 从前有个同行,强把孩子从母亲的怀里抢走,当着那女人的面把孩子卖掉了。 结果那女人像疯了一样嚎啕大哭,简直让人看了害怕。 哎,这种做法呀,实在太差劲了,把值钱的货物都毁了。 那些女人哭成了一堆废物,就再也卖不出好价钱了。 有一次在奥尔良,我就亲眼看见一个漂亮的少妇被这种愚蠢的方法完全毁了,买主只要买他而不要他的孩子。 他就抱着孩子一点儿不肯松手,有哭有闹,真是让人吃惊。 现在想起来啊,我还觉得胆战心惊呢。 后来,孩子被那同行强拉走了,他也被关了起来。 结果,他一下子就疯了,满口的胡言乱语,没过几天,就伤心死了。 你看,一千块呀,就这样扔到水里了,这就是不会做买卖呀。 所以,用我的方法吧,人一点儿的方法,肯定万无一失的。 我的经验,可是不会错呀。 黑莉往椅子上一靠,双手交叉抱在胸前, 脸上带着一种把自己当成慈善家的笑容。 他似乎极想标榜自己的道德观。 因此,当谢尔比一边包着橘子,一边沉思的时候, 黑莉稍稍停顿了一下,又打开了花匣子。 好像是急于解释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似的。 我可不是吹嘘自己,我说的可全是实话呀。 想想从前经我手卖出的黑奴,那可全是上等的货色。 别人都喜欢我的货,这可不是一次就能建立起来的信誉。 成百次都是这样,全是体面的货色。 而我耗费的钱却比同行谁都少,这就叫经营有方啊。 先生,你知道我的秘诀是什么吗? 我告诉你,人情味可是我最大的优点啊。 谢尔比先生似乎没反应过来黑莉的话,只是含糊地说, 哦,是啊,不过,哎,我的同行们都不赞赏我这种做法,说我太过于仁慈了。 怎么能对黑奴们那么讲道理呢? 但我从不懂要,先生,一直坚持到现在,不管别人的绩效。 看,先生,现在我凭这个赚了大钱,谁还能说这不是仙剑之名呢? 人贩子似乎很满意自己这一番高谈阔论,得意地大笑起来。